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韩 很多朋友问我,说国产车现在和合资车它们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其实国产车和合资车它们现在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差距真的不大 主要的差距就体现在细节方面,体现在这些工业设计 还有这些新技术的耐用度,就是新技术这些东西的质量 特别是这个工业设计方面,还是有很多差距的 昨天刚好修了一辆国产车,我就带大家去现场看一下 国产车在工业设计这一方面和合资车的一些差距 给朋友们看一下,这是一辆奔腾的B50,老款的奔腾B50 这个车当时卖的也不错 这个车现在我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压缩机 我要换一个新的,现在新的已经装上 但是我在拆的时候,这个压缩机的螺丝,我给大家看一下 拔到这个位置,拔不出来,直接顶到了发动机的车身的大梁上 然后装的时候,同样也是这个问题,装不上去 我费了很大事,这个需要把这个整个发动机给拖起来 然后呢,让螺丝到这个位置,才有空间能把螺丝给抽出来 这个就需要拆很多东西,像发动机的机脚,还有下面的护板,轮胎 最后呢,再用这个千斤顶,把这个发动机整个给拖起来 所以说非常的麻烦 其实像这种压缩机的设计,咱们很多的横直发动机 压缩机有一半的车都是这种安法,都是这种穿丝 但是很多合资车在设计的时候,会在这个大梁上 有一个圆形的洞,就是考虑到以后我们维修的时候 方便这颗螺丝往下面取 这个螺丝刚好能从洞里面穿过去 或者有的车型呢,在这个位置开一个半圆的槽 螺丝呢,出到一半就可以从这个方向把螺丝给拿下来 但是这个车,它没有这种设计 大家如果对这个车了解的朋友啊 应该知道,这个车的发动机是老杰达的发动机 不能说一模一样,基本上就是杰达的发动机稍微改进了一下 直接就搬到这辆车上 而且还有整个机舱的布局都是跟杰达的基本上是差不多 但是杰达的压缩机就非常好拆 还有这个发电机,同样也是这种问题 看这个发电机的螺丝,现在你都根本没办法穿进去 等会呢,还要往上抬 杰达的发电机压缩机都能拆下来 朋友们,这就是国产车和合资车在设计上的一个差距 其实这个模仿本来是没有错的 因为我们国家的汽车工业起步比较晚 早期呢,就是靠学习,靠模仿 但是呢,咱们不光要模仿表面的东西 咱们也要模仿它的精髓,模仿它的设计理念 这一点呢,就要向韩系车或者日系车学习 因为日系车早期的时候,它就是靠模仿美系车 然后韩系车早期呢,就是靠模仿日系车 但是他们不光去模仿它的优点 同时呢,还去改造它的缺点,优化它的缺点 所以说就是,我模仿你 等到我技术成功的时候,我要超越你 所以才造就了韩系车和日系车 在当今汽车市场当中的地位 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些事情和咱们消费者朋友没有关系 只是我们修理工拆装的时候非一点事 其实这和咱们车主朋友们是密切相关的 大家可以这样想 如果一个压缩机更换起来只要十分钟 那它的公司费肯定会很低 如果像这个车一样更换一个压缩机 需要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 那它的公司费肯定要高 但是这个公司费最后是谁出的 肯定还是转嫁到咱们的车主朋友身上 本来我们买这种价位的车 图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图的就是经济实用 后期维修成本低 但是最后维修的费用很高 和它的车价不相等 那它的口碑肯定不会好 以后这个销量想好也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法系车 其实法系车它的质量 说实话并不错 但是它就是因为维修难 很多不管是懂车或者不懂车的朋友 都听说过这个法系车难修 所以它的口碑就不好 其实这一点也是造就 这个法系车现在销量不好的一个原因 特别是在这个修理工的朋友圈 有的朋友可能还会问 那豪华车也难修 那豪华车就是又一个特例 因为豪华车它本身的发动机排量比较大 刚速比较多 发动机舱整个布局就是满满当当 设计研发人员可能考虑到这个拆装的问题 但是已经没有地方去设计 没有办法再去设计这种简易的拆装 所以很多时候豪华车 它的发动机上一个小部件 在普通的车上更换起来可能非常简单 但是在这辆车上更换起来 可能就需要把整个发动机给拆下来 那它的维修费用肯定会很高 但同时买豪华车的消费者 他们的心理又不一样 因为他提前已经知道 这个豪华车以后的维修养护成本会很高 所以说他费用即使高 他也能承担得起 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问题 像这种设计上的问题 真的可以决定一个品牌它的销量 而且今天也不是说专门针对着一辆车 像咱们很多的国产车都有这种设计上的问题 其实我们国产车今天的发展已经非常不错 但是主要的差距还是这些设计上的小细节 我也希望我们的国产车以后越来越好 有一些领先的设计 让其他的合资车来模仿我们 来学习我们 到时候我们的国产车真的可以走向世界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小韩的视频 就给小韩点赞转发加评论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